我是王靖萱 是一位留学美国的音乐博士 从小在台北长大 也接受台北音乐科班的严格训练 今天我想和你聊聊音乐和生命的故事 我曾经在一座山头 对着大山 珊瑚 拉着我的提醒 那会儿有一个重机骑士 在山下崔友们 那种合奏的景象 至今是难忘的 然后我也曾经在纽约街头 遇过金曲奖得主 他可能在美国现在打着四份工 生活非常辛苦 但是也很珍惜说 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时空之下 交错 分享生命 对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一开始听爵士是感觉到那个氛围很轻松 律动也非常的棒 但是后来真的认识爵士乐之后发现 其实爵士乐我们刚开始听的更像是一种Fusion融合的这种音乐 它带给人的那种轻松感跟传统的爵士乐还又更不太一样 对 所以因为对于Fusion音乐的那种兴趣 我就开始研读一些爵士乐的理论 哇 爵士乐好难哦 但是好酷哦 就是当你学会那些和弦应用之后 我觉得爵士乐更像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然后也跟一些黑人朋友有在做这种交响黑人灵歌的结合 也上了美国大人秀 所以带着这些经验回到科罗拉多赌博士的时期 就很幸运跟很多当时的博士班的朋友一起创建了一个 以爵士交响乐融合的这种大乐队 得到一些很不错的反馈 因为在美国的权威杂志当币杂志 我们也获选了全美最佳爵士大乐队 所以很开心那些东西真的累积起来都是我音乐上的养分 我觉得生命不管再怎么困难 其实只有心里面有那个盼望 其实都可以勇敢地过下去 在写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会有个非常柔软的部分 其实碰触或是类似想起来的时候会情绪会有波动 但是把它转化成音符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音符都是非常真挚诚恨 而且非常真实内心的过去经历的这样子的结合 所以也希望可以传达给大家这样子的音乐的信念 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有害怕恐惧 有对生命脆弱的这个无力感 可是其实有音乐在 我们把它用美丽的音乐艺术包起来 然后这可以是一个我们下去一个很柔软的力量 希望就是我的人还有音乐艺术都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正向的信念 就是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要保持善良保持眼里的纯真跟纯粹 然后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梦想一定能成功